沒有關鍵影像 沒有素前抗生素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了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了 在眼睛上打三個洞 進行黃斑部皺褶的修復 這樣的侵入性治療 非常需要醫生 膽大心細的高超技術 在許多喪失失利的情況中 都是視網絡最重要的黃斑部 出了問題 眼睛的正中量 這個地方叫黃斑部 那黃斑部有一個破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破洞 這裡有一個破洞 那這個 我們這個是電腦斷層掃描 所以正常的這樣黏在一起 這個地方分開 我們叫黃斑部的破洞 在一般常見的 黃斑部裂孔修復的手術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在裂孔的周圍 黃斑部裂孔的周圍 有一層膜加內線膜 它是會造成那個張力 讓這個裂孔擴大 所以你要把這一層膜 把它在手術的時候 把它撕起來 讓它非常非常的薄 而且它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通常在手術的時候 我們都要給它染色 你用化學染劑的話 它會有毒性 所以2003年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我們的自體血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黃斑部 不要讓這些染劑的毒性 去侵犯到黃斑部 用患者本身的自體血當作染劑 不但可以有助於手術後傷口的癒合 裂孔修復的成功率還高達九成 長庚醫院的這個成功嘗試 從2003年至今已經施作了超過2000例 飽受眼底病變所苦的病患越來越多 但是目前視網膜的治療 大概就是以手術為主 而且有其極限 對醫生跟病患來說都很棘手 在目前在這個視網膜治療上面 不管是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 或者是老人性黃斑部病變 除了藥物治療 雷射 手術之外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真正很有效 可以幫助這些受損 或者是傷口結痂 或者是甚至纖維化的組織 讓它有再生的功能 目前八成以上的視網膜病變 像是老年性的黃斑部病變 或夜盲症 都是因為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受損 所造成的 而色素上皮細胞 同時也提供養分給感光細胞 一旦它受損 連帶的也會影響感光細胞的功能 至於神經結細胞若是受損 就容易引發青光炎與視神經等病變 近十年來國際研究已經露出曙光 用的方式就是透過幹細胞 培養出視網膜神經細胞 這個突破性的技術 現在正由台北榮總與陽明大學 及交通大學團隊共同合作 而且已經完成了動物實驗階段 我們會湊病人的血 然後把它改血球分離出來之後 我們會給它一些幹細胞的相關基因 會誘導它變成一個幹細胞 這樣子的好處是它可以得到大量的 而且是自體的幹細胞 我們把它變成幹細胞之後 就把它分化成視網膜的細胞 這個機器是專門在做分離的一個工作 它就是可以把我們剛才養出的細胞 存化出來 分離出來的細胞 還必須經過一道程序 才能植入人體當中 你看它上面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晶片 這很小的晶片 事實上就是我們把幹細胞 分選的細胞養在它上面 你不可能直接打進去 那細胞會亂生長 甚至會死亡 所以我們把它種在一層一層 種在這上面 它有非常類似 視網膜組織的細胞的結構 透過晶片上的微小支架 就可以把種上去的細胞 重建視網膜 原本一層又一層的細胞結構 等於說這個組織壞掉了 我們用自己的血液 讓它再回春 回到胚胎時期 這個完全是一個很順暢的工程 最後讓它再分化成 自己視網膜的細胞 目前北榮與陽明大學團隊 正積極展開與日本的合作 在2018年完成動物實驗後 目前正在等待 衛福部核准人體實驗 順利的話 渴望在2020年進入臨床醫療階段 加會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患者 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下 飽受勢力所苦的病患們 都能夠有重返光明的一天